摸到华夏 第一章,学府的阴影 在华夏最高的学府中,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言着如果能够获得校花的地位,就能得到无上的权利和宝藏 一位名叫李飞的学生为了这个目标,踏上了一条充满恐怖测试的道路 李飞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他心中燃烧着强烈的野心 为了赚取学分,他被迫参与各种校外选修课程 这些课程不仅考验着肉体,还包含着精神、佛法、基因等各种降魔手段 每一次的测试都是无情的挑战,但李飞不惧怕 因为他知道只有通过这些考验,才能获得足够的实力 第二章,降魔手段 李飞在学府中学习到了各种降魔手段 在肉体方面,他通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激烈的战斗,强化了自己的身体 在精神方面,他研究心灵控制和抵抗威胁的技巧 佛法方面,他深入研究经文,修习禅宗功法 基因方面,他进行了复杂的实验,提升自己的基因结构 每一种降魔手段都是他在这场无尽的恐怖测试中磨练的结晶 而每当他通过一个考验,他都能获得一件世间罕见的珍宝 或者奴役一个稀有的鬼灵 第三章,诡异的校外任务 随着李飞逐渐变强 学府开始给予他更加诡异的校外任务 他需要进行与恶灵鬼怪激战的挑战 以获取更加强大的力量 每一次的任务都是一场生死斗争 但这也是他通往校花地位的唯一途径 第四章,死亡的轮回 在这个学府中,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一种轮回 每当李飞死去,他都能在死亡中破茧重生,不断进化 这样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冷酷,坚韧 也让他的力量不断达到新的高峰 第五章,真正的强者 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李飞逐渐变得无情且冷静 他通过降魔手段掌握了无上的力量 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他站在校府之巅,成为校花时 他看着自己走来的道路,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结局,永生的代价 李飞达到了他的目标,成为了学府中的校花 然而,他发现这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幸福 他看着身边的一切,深感孤独和空虚 他明白,永生的代价是孤独的宿命 在无尽的死亡和重生中 他失去了很多,也失去了对生命的真实感受 他开始反思,究竟何谓真正的强者 何谓真正的幸福 这是一个充满阴暗和诡异的故事 探讨着权利、代价和生命的意义 通过主角的奋斗 让读者思考在追求梦想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加珍惜当下的生命